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在佛前 骗子我的理想与希望 种下我的爱与谦和 哪一天我能够提洗舌的燃 去收智慧的果 慈悲的花 无爱的愿 以及广大无爱的愿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 我们再次的录制佛心花海 感恩生命电视台 这样美好的因缘 让我们可以借花 与大家结缘 明朝的元宏道说呢 花朵是天地间一股霞惠之气所凝聚而成的 那我们今天能够用这样美好的花 与大家做供养 绝言 真的感到非常的喜悦 那今天呢 我们第一集的节目呢 就要用一个蓝 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 这边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蓝 那这个蓝呢 我们称它为宫廷蓝 宫廷蓝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稍微的欣赏一下下 这个蓝呢 它本身的这个编织非常的精美 而且这样的蓝呢 在中国呢 非常古老的时候呢 就开始运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时候在欣赏这些 这些花器的时候呢 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当时的工匠 就能够做出这么美好的一个花器 来做创作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我们用一种无碍的愿 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首先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蓝 那蓝呢 因为它的花器的放法呢 就有各种的不同 比如各位爱花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把这个花器呢 这样子 这个我们称为体梁 这个手把我们称为体梁 那我们用这样端正的左右 东边跟西边的一个放置 我们就称为正制 那我们在一边擦中呢 一边来介绍 蓝的插法跟蓝的元气 那首先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花财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台湾的春天到夏天 非常美的一个花财 我们称为迷猴藤 好那我先把这个迷猴藤的这个汁呢 把它架构起来 那迷猴藤呢 在春天开始 开始就是发芽 那到了夏天呢 它就会结出很美丽的花朵 好那我先把这个迷猴藤的这个 这个果实呢 跟我们的这个体梁之间做一个架构 那体梁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各位看到如果这个花器呢 我要把这个藤架起来的话呢 可能要非常的辛苦 那我也借由 借力实力的方法 让这个迷猴藤呢 它能够很快速的 跟这个体梁之间做一个结合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当我在做这个结合的时候呢 这个迷猴藤 它展现的很美 然后体梁的美 也同时可以互相的展现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插座 那首先呢 我让这个 这个那个迷猴藤果呢 稍微的减少一些些 因为它太重了呢 就会 把这个花器呢 有一点点会 这个体梁会有一点点压到 所以我让它的果实 稍微减少一些些 好那我接下来呢 把这些那个果实 稍微的减少一些些 让它的重量比较不会太重 因为这个重量太重了呢 它会压到整个那个 体梁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会发觉呢 这个果实呢 如果减轻一点点呢 它的体梁就不会 就不会太重了 好 那我们也在这个 减少这个果实的过程中呢 可以感受到就是 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夏秋的时候 就是果实成熟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在擦花的时候 就觉得果实好重 然后每次我们的学生都舍不得剪掉那个果实 然后擦起来就会 有点点东倒西歪的 然后花都擦不好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真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把果实减少 就像我们常常说的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很多 那样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 猕猴藤整个跟这个 篮子之间的体量呢 做一个很 很圆满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在中间也可以去欣赏到 这个整个猕猴藤 它的质感的一种美 跟持续的感觉 那看到这个猕猴藤这么的美 那我们在下段的应用的部分呢 可能就不要用到太多 那各位阿娃菩萨 接下来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个花彩呢 我们称它为商路 商路 那有时候呢 夏天天气非常是 虽然是非常的炎热 但是我们在 这个炎热的天气中呢 也去感受到 真的只有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中呢 才能够让所有的花 在春天开花的花呢 经过了夏天的这个炎热的太阳 那这样的一个日照 才能够让这些果实慢慢的成熟了 现在还在这个小暑的时候 可是我们就会发觉呢 很多的果实就已经很圆满 很成熟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花呢 我想用一只这样的一个针垫花 那这个针垫花呢 是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花柴 因为我们台湾呢 在夏天虽然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花 但是因为呢 因为夏天的高温而且潮湿 所以就很容易很多的花很容易 比较容易卸掉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进口一些南非的一些花 那这些花呢 就会让我们在茶花的时候 可以用的时间特别的长 那像这个针垫也是其中的一种 那我现在要稍微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折这个针垫 因为这个花材很直 那我希望它从这个瓶口出来 有一点点弯曲度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就给它放了一只20号的铁丝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放了一只20号的铁丝 然后呢 我把它一段一段的上铁丝 比如说我可能知道我这边 是我最主要要折肢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的绕一下下铁丝 然后这个铁丝要有一点点用力把它绑紧 然后呢 上下各绕一次 上下各绕一次 就是分成三段去绕它 然后我把多余的铁丝把它剪下来 好 上段的地方 我再绕一段 好 那上段这边因为有叶子 所以我们稍微小心一点点绕 不要因为绕了铁丝 把这个 把这个叶子给弄坏掉了 因为 我们东方的花艺 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不只欣赏花的美 我们也欣赏叶子的美 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铁丝做了这样三段的一个运用 好 那做好之后呢 我还可以再加上一下下 tap 好 我加上一个绿色的tap 把它加上去 那这个绿色的tap 呢 它是有一个韧度的 那这个韧度呢 能够帮我们把这个铁丝呢 就是第一个把它包起来 因为在古书里面记载 在平史里面记载说 用针以藏 那这个针呢 就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铁丝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铁丝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修饰 好 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针垫呢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折枝 好 那我就可以靠在我的桌脚上面 帮这个花呢 好 这样子就可以弯曲下来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整个枝呢 就有这样子一个 很大的一个弧度的一个变化 而且 经过铁丝跟这个tap的一个应用呢 它 是非常完整的 那把它稍微弯曲一下下 好 那我把这个针垫呢 做我今天插花的这个主花 本来呢 我想说在这个作品呢 插比较多的作品 那但是刚刚一看到这个弥猴藤呢 他一放上去之后呢 他的整个那个 线条在整个空间上的一个应用 就已经非常的美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想要运用很多花材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说插花呢 多多洗不如少少洗 那藉由这个 这个 这个弥猴藤他的那种 弧度的一个弯曲 那可以感受出 他整个 生命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在后段呢 侧面的地方呢 我也再加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上路 因为同样是这种 在 刚刚过了夏天的 夏至之后呢 很多的果实呢 都开始有点点成熟了 好 那我在后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加一次的这个上路 好 那我现在来用一下下的鸡盘 好 那我们来找一个叶子 那各位阿拉普萨可以看到我现在 手上有这样的叶子 我们称它为 电讯兰 那这个电讯兰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花材 因为它很很容易塑形 然后它做鸡盘呢 也就是 所谓的鸡盘就是我们用它来 衬托煮花的这个花材 它是非常的好用的 而且它很容易一下子就把那个 煮花呢 衬托的非常的美 所以是我们很多插花的人 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花材 好 那我现在呢 再把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电讯兰液呢 后段呢再加一片 好 让它 后段再加一片的 这样的一个电讯兰 让它有一个前颈 跟一个后颈的一个深度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花 花的那种 跟这个蓝之间的一个结合 那现在唯一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鸡盘 稍微高了一点点 所以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想用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杜鹃 所以 因为呢 那个枝脚呢 我们插花的时候 我们说枝脚要轻壁 但是如果枝脚太高呢 也会觉得好像悬空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 我在用一点点的这个 杜鹃的叶子 把它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修饰 让它整个枝脚的感觉会 稍微的更好一点点 然后这个杜鹃的叶子呢 也是轻轻揉揉的 所以感觉上也是挺好的 好 那我在这边呢 在鸡盘的地方呢 把它稍微给它加一片的这个 杜鹃 杜鹃 好 那这样子看起来 就觉得这个枝脚呢 特别的清闭 特别干净的感觉 好 再下段的地方放一个 就是 会有一个很深度的 深沉的一种美 好 那我用一点点的这个小花 我来用一朵白色的这个树心蓝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花呢 也是很多插花的朋友 非常喜欢的一个花 我们称它为树心蓝 或者称它为小苍蓝 然后这个花呢 它很赖 而且它插起来很香 那今天我买的这个花又特别的美 但是我在下段的地方 因为我想用一点点的花就好了 不要用太多 所以我只用 我 稍微把它也是折枝一下下 因为我在蓝里面呢 放了一个花器 那那个花器是像筒一样很细的 所以呢 我就 需要稍微折枝才能够把它放下去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另外一种折枝的方式 我刚刚使用 因为要折那个 要折这个针垫呢 怕它容易断 那我就必须一段一段 慢慢的用心的去折它 那现在这一个呢 这种树心蓝本身它的韧度很高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支拉直 然后其他的用烙的方式 然后把它这样子折下来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这样折下来 那它就很容易直接让我插进这个桶里面了 好 那我把它在这边呢 再加一朵这样的一个白色的树心蓝 增加这个作品的一个色彩度 因为本来是一朵橘色的针垫 然后呢 我们在侧面再加一朵小朵的这样子白色的一个树心蓝 好 来插座它 好 那那个 我们 这一件那个蓝花呢 当时我本来在预计中希望插蛮多的花 但是插起来之后就发觉说 其实呢 真的我们常常说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真的很多 那 其实呢 这个蓝本身它就非常有形 而且它的蓝非常的古雅 体量的空间也很美 好 那如果我们在这么美的 这么古典的花季上 有时候插座太多的花呢 会感觉 嗯 那个蓝的那种 空灵的感觉会不见了 好 所以我刚刚看了这个 猕猴藤 猕猴桃果 好 那它的那个形这么的漂亮 好 那就决定把它 这个分量给减少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猕猴藤呢 它呈现的是一种 线条的一种优美 好 那我们知道也是一种 曲线的一种美感 好 而且它这个整个 线条感觉上是很有 就很有韧度 很有力道的 好 那我们在看这个花材的时候 我们也分享一下 就是说呢 我们在选择 木本的花材的时候要 书寿古怪 好 那书就是说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猕猴藤果 不一定要很多 好 那寿呢 就是这个果实也不要太大颗 好 或者我们在欣赏花的时候 就是花朵不要选太大朵 好 那古就是枝干要古老 好 那怪就是呢 这个枝干呢 要奇特 那 殊寿古怪 这样的一个原则 是我们在 选择木本花材的一个 一个重心 好 那我们今天的 第一件的这个兰花呢 在这个盛夏呢 就是很热的这个夏天呢 那我们感受到 果实的一种 丰富的一种美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的前面呢 有一个这样子 也是编织的 非常精致唯美的一个 六角兰 六角兰 那各位 我每次在看这些 很精美的这些编工 这些 那个编织的这些 作品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各位知道 从竹子取得到消成片 然后慢慢的编织 然后再上色 这个过程中 能够把一个蓝编的这么美 真的心里觉得 看了就觉得很感恩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 这个花器里面放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竹器 这个我们称为胆 在中国古代称为胆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竹器呢 那用它来插花 那我们在做定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煞 我们称为阿字煞 我剪一下给各位 爱华菩萨看一下下 我们示范一个阿字煞 比如说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阿 这样的一个阿字 就是呢 我们可以用自然素材的这样的一个阿字 然后把它剪起来 把它剪成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阿字 然后符合这个大小之后呢 从这边我把它剪下去 比如说我从这边把它剪下去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阿字呢 慢慢的 很有耐性的 然后把它剪小 比如说我稍微把它剪小一点点 所以雪花 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自己的耐性的一个磨练跟学习 好 各位阿菩萨现在就可以看到 好 我就可以这样子很容易的 就把这个阿字煞呢 就把它定制起来了 这样定起来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样的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阿的这个地方呢 用把花固定插在这里 那这样子插起来的话 会特别的精致跟唯美 而且它空间很漂亮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只脚是集中在一起 收在一起的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再示范一下下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萨 那它其实也本来是一个阿字萨 因为有一些爱花的菩萨会告诉我说 因为它也许雪花的技巧没有这么久 也没有那么深 然后它这个阿字酒就会一直掉 一直掉下去 一直掉下去 那我就想说今天也让大家分享一下下 就是说如果这个阿会掉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我主要的这个阿字萨 可是我在里面再固定一个立萨 站起来的萨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量到它大小刚好的地方呢 然后我把它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萨 把它这样子 让它整个能够放到里面去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下 我慢慢的把它放进去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慢慢的把它找到那个刚好的这个角度 好 那我们把它 可是也不能太用力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太用力的把它卡进去 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竹筒有没有 就把它给卡 卡的就有一点点的 就会裂掉了 所以在这个湿力的大小的时候呢 要刚刚好 好 那各位阿阿菩萨现在就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萨呢 它卡到了底了 然后呢 上面也稳定了 好 那我可以在这里呢 稍微把这个地方把它剪短一点点 好 稍微把它剪短一点 好 让它不要突出来那么多 那这个部分呢 我常常是会比较针对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什么学过花 然后他也不太会做这个萨 好 然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教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帮忙去做一个什么 就是帮忙去做一个定姿 好 好 所以各位阿阿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 好 我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阿兹的这个萨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再做一点点小小的一个修饰 譬如说呢 我现在把它拿起来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就加上一点点这个TAP 这个TAP 好 让它感觉到 不要看到那一个 这个铁丝的感觉 好 我们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固定 好 这样把它 好 这样固定起来 好 然后呢 我刚刚在卡的时候 稍微发觉它稍微紧了一点点 所以我稍微剪掉一点点就好了 好 然后呢 这边也稍微紧了一点点 好 因为有时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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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呢 它是很很 就是很很紧的 好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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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称为膽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做好了 好 那我让它向后的部分 好 那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今天要插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蝴蝶兰 好 那这个蝴蝶兰呢 我这两天到花市去 我就故意买比较盛开的 就是花市已经开到 已经开到快结束的这个花 这个蝴蝶兰 那我就用它来做我的这个插画 那如果平常我们使用在做这个 呃 要 要观赏用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要稍微的 呃 稍微的那个 呃 含苞一点点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供在佛前的 那我们可能就要买含苞一点点的 可是因为我这个是要 呃 用来录影的 所以我就让它呢 稍微的比较 呃 开一点点的没有关系 好 那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 那我现在把一株这个蝴蝶兰 呃 放进去了 好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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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了 呃 呃 这一个花旗的一种很高贵 呃 估点的一个气质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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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ory我用松来 让它搭配 呃 呃 因为呃 呃 呃。我们会觉得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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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呢 呃 呃 他特别的 特别的感觉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美 所以我在做这个兰花的搭配的部分 后段的部分我就以松为主 我用松把它搭配一下它的后段的地方 然后我再用另外的一只 一只的那个杜鹃 来做它收它前面的这个鸡盘 因为我们让它有前后深度的感觉 因为这个杜鹃是我刚刚运用的 然后现在我把它卡了一些花材进去之后 就发觉它已经有一点点 那个位置已经有一点点集中在一起了 好那有准备一些这个很美的这个叶子 那我以为它是孔雀族语 但是昨天花式人告诉我 它说它是鲍文族语 它是族语科的而且很美的这个叶片 因为它是红绿相间的很美的这样的一个叶片 那我用它来做一下鸡盘 把它收一下下段 因为我刚刚想说 如果我用黄金梗叶把它收了那个鸡盘之后 我们会发觉那个花气的那个整个空间的美会被占据了 那因为这个蓝它本身那个编织的非常的美 而且我们又用竹器做的这个内胆 内胆的这个部分呢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整个空间太大变的电讯栏遮住了 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好那这么美的这个这个这个竹语叶 那刚好可以做它的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把它这个叶子把它称托一下下 好我们用了三片 有的用正面的有的用侧面的 好这样子三片的这个竹语叶 好那我这边刚好有一小撮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果实 好我把这个果实呢 剪一下下加一点点进去 让它除了这个蝴蝶人本身的这个质感之外呢 再加一小串就好了 让它有一点点色彩的效果 那我再加一片这样的 这个小果实 小果实 然后把它加在侧面的地方 然后也增加我们下段鸡盘的一种动感 好所以这样子一个很美的一个花篮呢 那我们只要用上这样一朵的蝴蝶兰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松针 那就可以把这个作品做得非常的有韵味了 那今天呢我们借由这个非常盛开的这个蝴蝶兰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生命的一个美好 那也借由这个这个兰子呢 两件这样子兰子的作品呢 然后可以感受到工匠在运用 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的用心 所以我想生命的当下呢 每一个部分都是要用心的 那期待这样的花呢 您会喜欢 那怨子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龙天 普勋众生 供入佛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护持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 护名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成真义工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明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 视察人间上恶之日 劝请